远处突如其来的核爆炸 携带着滚滚合尘埃 迅速朝着小镇袭来 居民们吓得魂不附体 纷纷躲进地下掩体避漫 可有限的空间内 根本容不下这么多人 男主杰克没有放弃 而是带着众人前往小镇外的眼眶去 他们准备躲进地下矿洞避难 为了避免含有核辐射的雨水流入 杰克决定炸掉唯一的入口 如此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看着所有居民纷纷涌入 杰克再三叮嘱哥哥埃里克 等合尘埃消散后 一定记得把咱们挖出来 这边的炸热刚刚安放完毕 对讲机里忽然传来求救声 杰克心中一动 这不是前女友艾米莉的声音吗 他刚拿起对讲机准备回话 对方已经切换了频道 好在杰克听清了他所处的位置 于是立刻拿起引线跑向洞外 格雷知道他要去救人 便将自己的配枪扔了出来 杰克也没废话 飞快将引线和电池对接起来 当对讲机中传来准备救许的信号后 他毫不犹豫地启动了艾米莉 见矿井口被彻底封死 杰克开车飞快朝着艾米莉所在的农场时去 实在想不通他能遇到什么危险 此时说来也巧 艾米莉的汽车在半路抛锚 恰好拦下一辆经过的警车 他原本想搭顺风车去机场接男友的 却不想车子里的警察 正是昨晚押运车中的囚犯假冒的 直到经过一处农场时 艾米莉才察觉出了不对劲 这位警员的身上居然有纹身 随后对讲机中又传来寻找警长的消息 艾米莉很快意识到 这两位警员是冒牌货 可她此时根本没有逃跑的机会 因为对方十分警惕 始终不让艾米莉脱离自己的视线 这时候农场主的妹妹突然出现 她早就和艾米莉认识 于是热情地邀请几位进入屋内 可艾米莉始终坐立难安 知道两位家警员 随时都有可能痛下杀手 于是用手语提醒农场主妹妹多加小心 接着又故意打翻咖啡 让看守自己的囚犯暂时离开 艾米莉这才有机会取出 放在客厅的纪念版手枪 当准备好一桌饭菜后 她借着上厕所的功夫 飞快填装子弹 看见外面停放的警车 艾米莉顺着窗户悄悄爬了出去 她要利用无线电向外界求救 可惜好半天都没人回应 艾米莉只好不停切换频道 却不知碰巧错过了杰克的应答 当她试到第八个频道时 立刻惊动了早已察觉不对劲的贾警员 忽然后费箱传来响动 艾米莉打开一看 正是被囚犯抓住的警员 此时的农场主妹妹也察觉到了异常 猛然起身朝外跑去 可惜很快便被抓住 艾米莉立马举枪威胁 结果双方陷入对峙中 却不知另一名贾警员已经悄悄靠近 当她正要举枪射击时 红烂的枪声突然响起 杰克及时赶到了 剩下的警员立刻拍枪反击 结果被一旁的艾米莉一枪干翻 眼看风势越来越大 几人慌忙扶起后备箱的警员 飞快朝着地窖入口跑去 刚刚关上盖板 夹带着河飞到的大雨便降了下来 此时的艾米莉感动到无意复加 没想到杰克为了自己的安危 还能如此拼命 可惜自己已经有了新的男友 为了缓解尴尬 杰克拨通了哥哥的对讲机 好在市政厅的地下 掩体一切正常 不过老父亲因为操劳 过度染上了流感 只要多加休息 应该没什么大碍 不过躲在矿洞里的居民 就没这么轻松了 随着暴雨越下越大 众人只感觉气氛越发沉闷 其中一位老者 更是惊恐地呼喊起来 格雷立刻断定 这是幽闭恐惧症患者 为了不将负面情绪传给其他人 他只好将老者拖进后方 更为狭小的空地隔离起来 而躲在农场地窖的杰克等人 同样遭遇了意外 他们忽然听到上方传来脚步声 几人吓得琪琪拔出手枪 只见一道湿漉漉的人影闯了进来 居然是冒雨赶来的农场卓史丹利 杰克立刻提醒对方不要靠近 雨水中可能含有辐射 史丹利看了看妹妹没有前进 而是先将一身衣服脱了下来 杰克立刻拨给医生询问 对方让他赶紧给换着和谐点酒消毒 如果两个小时内出现狗图现象 那么基本可以宣告死亡了 史丹利倒是淡定 表示自己只是零了几分钟雨而已 他更好奇的是 为什么镇子外会有几辆坦克经过 杰克听完后心中一惊 难道真要爆发战争了吗 那么昨天的蘑菇云 很有可能是敌方投下的核武器 好在这场大雨来得快去得也快 位于市政厅避难所的镇长等人率先出门 探测仪显示辐射值并未超标 众人这才小心翼翼地跟了出来 再次呼吸到新鲜空气 居民们不由地长出一口气 倒霉的长发女子 不小心摸到台阶上的积水 手上顿时沾满了黑色液体 而另一边的杰克等人 也打开了地窖的木板门 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挖出矿洞里的居民 随着机械的轰鸣声响起 原本坍塌的洞口钻出一个人 正是副镇长埃克 接着便是紧随其后的杰克 众人忍不住发出雀跃的欢呼声 只不过那位幽闭恐惧症的老者 此时已经彻底没了呼吸 杰克没有时间伤感 因为还有很多事需要处理 此时的医院已经忙碌一片 农场主史丹利检查完身体 好在并未发现什么异常 不过还需要留院观察一阵 那位手仰摸了一把鸡舌的长发女子 也慌慌张张地跑来了医院 医生提醒他 如果现在没有呕吐 那就没有被核辐射感染 看完好友的杰克 终于和父母见了面 得了流感的约翰 虽然神色有些萎靡 但还有精力跟杰克抬杠 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不过杰克并没有放松的机会 此时最迫切的问题 不是吃喝物资 而是探查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都不能用 他们只能借助酒吧里 唯一的卫星电视了 经过不断的调整 电视机里突然画面一闪 可惜很快再次变成黑白雪花 杰克心中焦急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他想通过人工探路的方式收集情报 小镇东南北三的方向 分别派遣一队人 沿途总能遇到一些人 或者看到一些事 不过这趟任务的危险性很高 过了许久才集齐三个人 除了杰克外 还有镇长候选人格磊 以及一位大胖子警员夏浦 三个人很快准备好了各种物资设备 在众人期待的眼神中 杰克等人驾车出发了 埃里克则坐镇是政厅指挥 时刻与三人保持联系 可让所有人意外的是 那位叫做夏浦的胖警察居然失联了 这么短的时间 他不可能超过50公里的通讯范围 就当大家迷惑不解时 有人在吧台上看到了夏浦的留言 原来之前在矿洞内死去的 幽闭恐惧症患者 是夏浦相交多年的好友 当时他如果没有将对方强行推入隔离室 也许他就不会死 满心愧疚的夏浦 备受良心的谴责 他决定离开这个小镇 去寻找自我救赎之路 这下好了 三名探路者瞬间少了一位 杰克只能忍住骂娘的冲动继续前行 刚刚经过一处路口 他却缓缓停了下来 因为路中央赫然停放着一辆残破的飞机 没过多久 杰克再次返回小镇 背包里装着一个红色盒子 正是那架失事飞机的黑匣子 他实在忍不住心中好奇 立刻播放起其中内容来 大厅内已经聚集了不少人 经过杰克的仔细甄别 只有坠毁前的一段录音 有些参考价值 这是两名驾驶员之间的谈话 想不到他们在别处的城市上空 也看到了生腾的蘑菇云 随后便与控制台失去了联系 包括他们在内的所有飞机 只能不停在空中盘旋 期间还和不少战机擦肩而过 直到油量耗尽 他们才不得不选择迫降 结果弄得击毁人亡的下场 所有人顿时感觉被挤发凉 说明许多城市都遭受了核爆炸 在结合之前的坦克和刚刚听说的战绩 说明一场残酷的战争即将爆发 超市老板娘心中叫苦 不是因为可能的战争 而是被居民搬空的物资 只有杰克的母亲 送还了一些剩余的物资回来 老板娘摇摇头 也许过几天就要关门了 因为本该昨天抵达的捕获列车 迟迟看不到影子 而且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电 这些猪肉蔬菜马上就要变质了 杰克母亲提出建议 与其白白扔掉 不如将它们分给大家 于是一场空前盛大的小镇 聚餐开始了 所有居民享受着免费的美食 逐渐忘却了核爆炸带来的烦恼 只有老板娘不停地哀声叹气 在超市打工的戴尔若有所思 她没去参加美食聚会 而是独自顺着铁路一直前行 直到远远看见出事的捕获列车 她的脸上才露出些许笑容 打开车厢一看 满满当当的食物出现在眼前 以上就是核爆危机的第二期内容 随着核爆真相慢慢浮出水面 这个偏僻的小镇 也将迎来更大的危机 他们还能安然度过 几乎蔑视的灾难吗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